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神中课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命 今天是12月29日 题目是《永不枯竭的力量之余》 经文记载在《增言》18章10节 耶和华的名是兼顾台 二人奔入便得安稳 我一直极其狠切地祈求智慧 保养我得以出版一些证言 要是我不在了 那些资料 对于喜欢使用他们的人来说 就会成为他们的帮助和力量 我的心充满感恩和赞美 天国充满最丰盛的福气 这些宝贵的福气要赐给所有需要的人 只要他们用心灵祈求主 并且有强烈的愿望要领受以便和人分享 主耶稣经历了人类曾经经历的每一个试探 我们读到他 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耶稣在他的人性中受过试探 这样他就知道如何搭救被试探的人 记录起《彼得侯书》二章九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二章十七十八节 我很感恩这种长期困扰我的试探 悲哀和忧伤已经过去了 我能看见我的救属主 我在他里面有全身的鼓励 我可以依靠他为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援 我以换言一身的勇气 开始从事我的服务 可是并不知道是哪个会法王 每一个人都必须凭信而行 我们的服务是一种持续的战斗 要对抗那些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 借着欺骗的偽装进来攻击我们的二端邪说 因此天使们在崗位上保护那些警醒 相信行走和作供的人 要不断地面对战斗 如果没有在主的监末之下 我们某一刻是安全的 主耶稣曾写起自己宝贵的生命 使每一个相信他为上帝儿子的人 在应付撒但种种以端邪说的厄历时 能逃避世上因情欲而来的败坏 在回应我们信心时 主耶稣完全有能力将我们的人性与他的神性结合 我们要相信自己与上帝的圣情有份 并且强化自己的努力 同时我们要宣扬基督 在地上的使命是要将平安贵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们必须说明与看不见的仇敌争战的危险 要穿戴全腹的军装 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肉体、属血气的争战 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这样意味着有影响力的人会离弃真道 去听从引有人的邪灵 因此我们需要时尚在圣天使的守护之下 记录起首稿156、1907年 今天的信息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 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投入今天的战斗呢? 我有没有穿上上帝所赐给我的全副军装 使我能够暂立得住呢? 愿我们祈祷 直至所有人都呼求耶稣的名 阿们